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也是老约翰写的 他写的时间大概就在约翰一书之后 大概都是他写的,可能是写完《启示录》之后 所以这个已经是约翰的很晚年了 然后同时是,大概逐后九十几年所写的 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 其实说起来都是约翰一书的补充 你会看到里面,他也是提到 要彼此相爱,然后要小心那些异端 二书跟三书有什么不一样? 接收信的人,一个是姊妹,一个是弟兄 二书是写给姊妹,蒙拣选的太太 夫人,lady lady跟夫人 夫人跟太太不一样 夫人比较尊贵 尊贵 跟她的儿女 有人认为说,这个lady 太太也可能就是主的教会 因为教会是阴性的 所以这也可能是写给一个教会 但是看起来,也可能就是写给一个爱主的姊妹 和她的儿女 可能在她家里面有教会 约翰三书是写给亲爱的该友 这是一个弟兄 写给一个弟兄 二书前面他就讲到说 他说,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 从父所受的命令,真情,真理的,我就生欢喜 约翰三书第四节 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所以你看,老约翰都是这样子的 他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们,遵行主的道 他说,心里头没有比这个更加欢喜的 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比我们更加爱主 这个喜乐是远比我们自己爱主要更大的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弟兄 他的儿子一个teenager在家里面 跟老爸一起在那边弹吉他,在那边赞美神等等 我那时候就看到,就好羡慕我 说,你的儿子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安慰 超过有万贯家财,真的是 当你的下一代在那边服侍神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的生命在那边延伸 而且是更加的扩展 所以,当约翰看到他自己这些属灵儿女在那边爱神的时候 他说,他没有比这样的喜乐更大的 另外,在二书里面四节到六节 他所讲的就是说,还是要彼此相爱 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所以跟约翰一书是一样 但是,后面 这里接下来七节到九节,就提到异端 这个异端是怎么样? 他们是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 很简单知道,这个是什么派 这个就是那个措施底 他说,如果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公义 第八节,能要得到满足的赏赐 第九节,反而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折的就没有神 常守折的这个教训,就有父又有子 所以,所谓基督的教训就是我们所讲的基要的真理 你越过这个基要的真理的范围,就变成异端了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不是传这个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来,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所以,这个太太,这个夫人,约翰劝导他们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他又给他们特别提醒 就是说,爱心还是要有见识 不要过头了 什么叫做不要过头呢? 就是你爱心不要用在那些异端,传异端的人身上 你甚至不要接他到家里面来 因为那时候,接待一些客旅是一种美德 特别说,他自称是弟兄,你马上接待他 他说:"No,你要搞清楚,这种传异端的人 不要接他到家里来,连问安都不要 因为你问了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这是约翰二书,讲到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要防备异端,不要把爱心用在他们的身上 约翰三书呢? 约翰三书这里,他说 这里是另外一个case 另外一个case就是什么? 该游,他是很有爱心 他会接待这些做客旅的弟兄 做客旅的弟兄 这个第三章的第五节 亲爱的弟兄 凡你像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你看英文的话,他不这样讲 他说什么? Dear friend, you are faithful in what you are doing for the brothers, Even though they are strangers to you,即使他们像着你是陌生人 所以,陌生人里面没有翻出来,在中文里面 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基督徒出远门 该游都敞开门,欢迎他们来 然后接待他们 甚至于即使他不认识他们,他还是接待他们 这一点被约翰称赞 他说,你真的是很有爱心,而且是忠心的 然后,这些人在教会面前证明你的爱 后面说,你如果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 这跟英文又不太一样 英文跟原文也是,他说 You will do well to send them on their way, in a manner worthy of God 就是你要用尊荣神,或者神所配得的方式 来帮助他们继续往前去 不是说,如果你配得过神 你要用一个神所配得的方式,帮助他们继续往前 你帮助他们往前的方式,是荣耀神的 不是这种心不甘情不愿,小里小气 你真的是要好好的送他们继续往前 因为他们是出去传道的 然后,这些都是出去传道 所以,当你接待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就等于是在他们的事工上面,与他们一同有份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批人,是叫第九节开始 这里说,教会里面有一个好为所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 所以,我若去,必要提出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主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 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 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巧会 所以,我们看在PowerPoint里面 这两卷书里面,讲到两种case 这两个圈圈,就代表基督徒 凡是基督徒,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 约翰劝勉他们,要怎么样呢? 要彼此相爱 但是约翰二书所比较强调的是 要防备圈圈以外的一群人,叫做传异端的人 这群人,你们要留意他 不要把爱心滥用在他们的身上 右边约翰三书,是讲到另外一群人 在这个圈圈的里面 丢特非的,他所认可的那群人 他这就是奔门结党的那群人 他们把彼此相爱的那个圈圈缩小了 只爱他们里面的那圈圈的人 很多其他的基督徒,他们不认可的 他们都不爱,那些排斥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case 所以,丢特非这种人 在教会里面,形成小圈圈 或者不是教会了 有时候,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教会 但是,他跟别的教会 中间他就排斥别的教会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宗派 宗派的灵 他们只有说,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只跟自己这个系统里面的来往 别的系统的,我们都跟他们互互相往来 然后,别的系统的不是真教会 只有我们是最属灵的 这叫做宗派的灵 这个就是丢特非在这边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样式 我们以前也碰到过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公园院里面有团契 从各个教会里面来参加这个团契 我们在团契里面一起传福音 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事们,很好 可是,后来有这个教会 它里面就是丢特非的这种人在 那个教会就把自己的弟兄姊妹们拉回去 说不可以 你不可以参加这个团契 因为跟我们的那种方向不一样 跟我们里面的不同 所以,有一个很爱族的姊妹 看得出来她很有苦衷 她跟我说,很抱歉,她不能参加了 但是她不便告诉我说,为什么? 她就是不方便参加 那我是知道了 因为她们那个教会背景很深 她们不让她们自己的弟兄姊妹 跟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同工 一起传福音 这个就是约翰三书里面所讲的那一批人 那没办法 但是,左边那个是传异端的 那个是根本就不应该跟他们沾染的 所以,这个圈圈 这个界限应该要放在什么地方? 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但是这里另外,她说 有一个低米丢行善,众人给她做见证 这个低米丢是谁呢? 这个低米丢可能是传信 带信去给该有的那个人 所以,约翰就为她做见证 所以,她是行善的 约翰三书最后有一个地方,就再稍微提一下 就是第二节 第二节是约翰三书里面,可能最常被我们用的一段话 她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我们常常为人家祝福的时候,会引用这一段话 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可以看得出来,该由她灵性是什么 她这个原文是说你的魂兴盛 就是说,她的魂已经被神变化了 被神变化,我们这个魂就是我们这个人 信主之后,我们这个魂要天天的被神改变 被神的话来改变 该由,这个人已经是被神改变,越来越像基督了 但是,他的身体可能不够强壮 其他的事情,他的事业,其他方面也是手手OK 但是,约翰就为他祝福 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刚好 同时,他所做的工作,他的事业也越来越兴盛 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们会为人家祝福祷告 就是说,愿他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正如他的灵魂兴盛一样 但是,这里当然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我们应当是我们的灵先兴盛 我们灵魂先兴盛 其他的神的祝福就会随着来到 约翰二书,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 那个时候也是在全时间的时候 有一个老姊妹,虽然是年长的 她跟她的先生,看起来都非常的爱住 但是,那个时候流行一个英国人 她都穿着白色的袍子 然后,头也是用白色的布巾这样包起来 好像很风靡 她就是到处被人家请开客会 甚至于我们教会旁边 我们跟一个跟我们非常友善的教会 那个教会常常办夏令会、冬令会的时候 都会请我们的牧师、荣教士、备教士去做讲员 帮忙谈情 那,连他们那个教会也都请他去了 而且那个特会是 只对他们的同工们 没有对他们全部的会友 这还好 有一天啊,被教士就带我去 看到那些同工们被圣灵充满 这个所谓的被圣灵充满 就他们那个小孩子 同工们的小孩子 都在那边 学狗叫 所谓被圣灵充满了 产生这样的现象 而且照着狗的样子在爬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 然后那些同工啊 尤其是女的同工啊 就在她的面前 这样子动过来、动过去 这样把胸脯挺得高高的 就你一看那个动作 你就觉得 这绝对不是圣灵充满 千真万确 绝对不是圣灵充满 那后来这个 被教士等到那个聚会完了以后 就赶快过去跟他们的负责弟兄讲 他说你们受骗了 这个人有问题 他根本就不是圣灵充满 这个行为这些现象啊 小孩子会学狗叫 这绝对是邪灵 你们要赶快把这个人赶走 然后被教士就为他们做捷径祷告 把那些他们所沾染到的这些东西啊 把他们赶走 奉主耶稣的名赐责赶走 那后来他们才渐渐的恢复正常 哎呀 结果接下来一个消息 更叫我们Shark 就是这对老夫妇啊 竟然是接待这个英国人的家庭 哦 给他吃 给他穿 白吃 白穿 而且把他供得像一个教主一样 对他那么好 这对老夫妇是谁 刚才没有提到 有一对老夫妇很爱主嘛 所以还帮他们安排各个教会的聚会 帮他安排这样子 哦 被教士知道了以后 就赶快跟这对夫妇讲 他说你们不能再接待他了 他不是一个真的神的仆人 他是一个假的仆人 他所带来的灵是邪恶的灵啊 那这个老太太啊 就本来还不太愿意 可是被教士就跟他讲很严厉的话 你必须要让这个人离开你的家 不然你的家就非常的污秽 你会失去上帝的 哦 他就听了就很严肃 所以他就好好的跟那个英国人讲 他说很抱歉 我的家里有一些事情 我不能够再接待你了 那那个英国人就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 他就随便编那个理由 我真的很不方便要接待你了 你必须要离开 你猜这个英国人怎么反应 他不但没有谢谢他前面这样子的 让他白吃白喝白住 他反而就说 你不顺从上帝 我奉耶稣的名 揍住你的家 然后就走了 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结果 这个太太的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先生 其实是年纪还不算那么老 就突然的就摔倒 就中风 然后住院 那被教师带着我去探访 去医院看他的老 看他的先生 结果那先生好可怜啊 瘦的只有皮包骨了 而且一直在抽痰 如果这个一口痰没有抽出来 他就窒息就死了 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太太啊 就是在那边操作那个西痰机啊 就是一边操作一边说 主耶稣啊 求你可怜 主耶稣啊 求你怜悯 主耶稣啊 求你医治 主耶稣啊 求你保守我的先生 到后来 大概没有多久 他先生就过世了 所以难怪 约翰会这么严的说 第十节 若有这样的假教师到你们那里 他 他不是传这个真理的教训 就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你问他的安的 你就在他的恶行上与他有份了 所以你看这个人 他一点都不会感恩 他还咒诅他们 所以到后来老先生就过世了 那么可怜的过世了 这个老先生老太太就是没有见识啊 以为一个英国人 这外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吧 就是他就这样子接待他 他后来好好的一个家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 我们真的要注意 就是说因为这一封信的收信人 是这个lady 是这个夫人 他的爱心太大了 他不会分辨 他就是凡是说自称是教师的 自称是什么先知使徒的 他就一律接待 一律接待 你看看 引狼入世啊 把那个从撒旦来的差异 引到他的教会里面 引到他的家里 那个亏损是非常可怕的 再次探索一下